美国国务院官网洋洋洒洒整页声明 再度秀出挺台力道 布林肯说台湾是民主的成功故事 拥有透明且尊重人权法治的制度 美国和许多会员国都是台湾为珍贵伙伴 更直指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 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务实议题 总统蔡英文随后转发布林肯推特感谢支持 表示会继续和美国等志同道合伙伴一起克服挑战 布林肯强调台湾在高科技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旅游文化教育枢纽 过去五十年来积极参与部分联合国机构 充分证明台湾对国际有价值 但推动台湾入联具体该怎么做 国务院发言人被记者逼问道露出苦笑 毕竟美中元首年底还要举办视讯峰会 白宫也证实月底居20和气候峰会 习近平本人都不会现身 而是透过视讯参与 超过一年九个月没有踏出国门 国际关系的问题 先来请瑞德哥帮大家来分析 我们看到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这有多大 就相当于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台湾这样的位置 他昨天说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 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这个联合国的相关体系 好人家这样挺台力到这么大 跟瑞德哥我们台湾的国民党 怎么会这样子 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要忘记 中国国民党他虽然更改了很多次的名声 什么同盟会新中会的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 后来变成中国国民党 对不对 当问题是 那么事实上他一直跟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坦白的看历史 他的前嫌先辈 包括个人非常钦佩的宋教人等先生 他们对了这个国家是牺牲 甚至于连自己的生命 黄浩钢七十二列四 这些年轻人 异应轻轻如物 林决明 他们确实为了建立一个 那么东亚第一个民主自由共和国 那么牺牲他们的生命 可惜到了后来怎么会 一百多年了 那么我看到国民党现在的这个政治头人 跑去还在口口声声讲两讲 两讲地下有只 冲上来第一个 那个拐杖都打你的头 两讲就算你再不喜欢它 他们父子两个人 终其一生 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反共 对不对 复国 反共复国嘛 所以呢 你们这些人根本对不起他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 怎么会现在沦落到跟这个 中国共和党一起唱贺 你看那个祝贺的信件 跟这个回函的信件 两边竟然都在骂我们自己人 你知道吗 跟着敌人一起骂我们自己人 岂有此理啊 那么事实上呢 你不要忘记 联合国的组织是怎么来的 联合国的组织是中华民国 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 不是中国台湾地区啊 中华民国 美国 然后这些国家 所以呢 倡议成立联合国 然后最后呢 是在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 被中华的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给赶出来的 我讲坦白就是这样子嘛 当时因为他们提案要取而代之 所以干脆蒋介石就自己宣布 先退出来 对不对 这是联合国的历史嘛 可这么多年以来 我请问你啊 你中国国民党 有没有想要回到联合国去 有没有想要成功过 就是这样子嘛 那么事实上呢 所谓的联合国回去呢 我跟你讲 这一次的这个 布林肯呢 这是美国国务卿现任 第一个这样讲的 蓬佩奥已经很支持我们了 蓬佩奥已经了 那时候川普的国务卿 蓬佩奥已经很支持我们了 但是这是现任的国务卿 第一个直接这样子 挑明的讲 让台湾进入联合国 开玩笑 知识体大 你知道吗 知识体大 如果按照老公的那个 恼羞成怒 那么那个程度 今天可能又要加油了 我有飞机要飞来 他只是要飞机飞来 小心哦 那天尖10S才最机一支 最机一台要小心 然后呢 你要知道 为什么 他一定恼羞成怒嘛 可是美国为什么这样做 美国高层要跟 跟中国的习近平要会面 要那个视讯会面 他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现在所有的世界 包括欧美很多国家 抗中宝台都是大家的意思 你看欧洲关我们什么事 他也认为台湾海峡很重要 不要让台湾海峡的危机升高 不是吗 如果要说抗中宝台 欧美世界的大国 大家都目的都是一样的嘛 加拿大跟美国的军舰 为什么这几天从台湾海峡过去 为什么英国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空母舰 这样过来 法国的前景也来了 德国也来了 然后呢 英国有两艘的驱逐舰 就直接干脆在太平洋这附近 南海这附近 要整整巡逸五年 这么多世界的国家来 为什么 我问你有什么 来这戳头来这关公吗 当然不是嘛 为什么他们愿意让胡钊卸上去 以前这件事 不要说你要去 都要让你习事宁能 最好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来 偷偷过境 对不对 那很简单 世界的局势在改变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改变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中共太阿爸 去年到今年的 从武汉肺炎病毒 尽不到Alpha Delta这些病毒啊 全世界大家的处境都一样 我说我们台湾人是要不去 应该给我们台湾人 先一个掌声啊 不分蓝绿 为什么呢 明天第一季接种率要破七成 创下不晓得 我不晓得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半年不到 竟然打了七成的疫苗啊 你知道吗 当然要非常感谢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包括立陶宛 包括波兰 包括斯洛哈克 这些国家 他们捐给我们这么多的疫苗啊 帮了我们一把 自助人助 那人家 他们为什么世界 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 他们没有去帮助那么多国家 因为很简单 他们看见台湾嘛 所以呢 今天不是我亲民大后 要去乎中国 不是我亲民大后 要去反共复国 不是都不是 我们只是想要安生立命 在全世界这个地方 台湾有一个 台湾有一个 可以发生的一个地方啊 还有就是 我们有一个可以 台湾可以帮助的地方 对 我们帮人家 人家帮我们嘛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不是吗 我们出品头位 我们不管是外来 什么人对吧 我们不认识三天 有一天 我们就可能要我们认识三天 很简单嘛 像在这次的疫情期间 自己掏腰包啦 不是在说人情啦 我说在网路上发现 有人求救 在德国 美国跟日本 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的网友 他在求救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口罩 我们那时候不能系口罩啊 那怎么办呢 我太太会缝那个 布口罩 你知道吗 然后去找里面的那个 绿网什么东西呢 整整寄了三箱出去 邮局还不能寄 便宜的邮局不能寄 所以要寄那个快递 最便宜的 达到1500以上啦 寄了 国内的不要说 单单国际的 全部都寄出去 你知道吗 等到 等到这个疫情趋缓的时候 德国小姐真的来到台湾了 我们还跟她见面吃了饭 那个情谊是不一样的 很温馨耶 在全世界 在那种没有口罩会死的那个年纪 那里面 各位你要记住呢 我永远不会忘记去年 我们还是出来评论啊 一个礼拜台湾人只能买两片口罩 那时候我的太太为了要挤出那个口罩量 所以呢 特别去缝布口罩 然后要怎么样小心 我记得口罩有个耳朵断了 哇 那种心路立成是我们台湾每个人都走过来的 每个药局外面排五排 还很认真的在那边排队 没有人插队 你知道吗 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嘛 所以明天可以破第一剂七成的覆盖率 下面意思 表示这个病即将面临到像流感一样了 我们大概第二剂也好 第三剂也好都打了以后 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可以恢复 包括像全世界一样 慢慢的身体有了抗体以后 不会重症不会死亡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毒 变成像一般的流行性感冒一样了 你知道吗 这是台湾人创下的奇迹嘛 但是我们不是来自己好而已啊 我们自己好 我们自己经济好 全世界爱红片一大糊涂嘛 所以呢 我们才会伸出援手 让全世界有那么多 包括五千多万个口罩 包括几百个呼吸器 那时候呼吸器 氧气呼吸器算是了不起的事 捐出去嘛 对不对 还有这些恍惚于隔离 我跟你说 去年1月24号封城那天 我到了日本 日本那时候还没有警觉性 我非常的压抑 我本来待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回来 第二天 就有透过管道 跟我们的总统 蔡英文总统 在可以的换位之内 那时候马英九不是说 都要捐口罩吗 那时候没有口罩嘛 我那时候就跟蔡英文总统讲 在可以的换位之内 能不能帮帮包括武汉的那些 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的情况之下 还伸出援手一些 两万件的隔离衣防护衣 当时两万件的隔离衣防护衣 2月1号 我还记得武汉那要撤台 撤回来的那个台商 有没有 那个飞机空机要让他运回去 中国拒绝 中国说要在武汉 一定要在武汉开记者会 国台办这些要大胆自己的 中国台湾地区 哪都有呢 有没有嘛 谁这样破局嘛 我们不计前嫌 我们在最艰苦最辛苦的时候 在资源最少的时候 我们在你们1370美飞蛋 对准台湾的时候 我们都还愿意捐给你们 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嘛 这个就是台湾人 跟你中国共产党 跟你中国共产党 不一样的地方嘛 没有错 台湾人我们不断在制造 这些善的循环 尤其现在世界的整个趋势 这个风向球不断的在转 现在是转向我们台湾这边 我们稍微来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 来关心国内的政坛 这个局势真的也是瞬息万变 最新一份的民调 柯文哲率领的民众党 政党支持度的部分 居然已经超车国民党了 所以台湾最大在野党的这个称号 要换民众党来当了吗 我们稍微来 一起来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